师父说,有情绪的时候要问问自己,是不是又在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,凡事你想控制的,其实都控制了你,当你什么都不期待的时候,反而一切都变得顺利了,你要做到落落大方,好好的去生活,好运一定会与你装得满怀。 师父说,你一个人脾气来了,夫妻就走了,如果你是对的,就没必要生气,如果你是错的,就更不应该生气,用嘴伤人是最愚蠢的行为,学会控制情绪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,控制好了自己的情绪,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。 师父说,你以为错过了是遗憾,其实有可能是躲过一劫,别贪心,你不可能什么都拥有,别灰心,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,所怨所不怨,不如心甘情愿,所得所不得,不如心安理得。